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世界局势的变化 在世界七大工业组织 也就是G7的召开 大家发现一件事 是现在的世界局势 似乎有了个巧妙的变化 首先不意外的 美国这次能够举着反中的大旗 磨刀霍霍的开进了G7的会场 这里面需要的 当然是希望白色联盟的快乐小伙伴们 能够继续伴随着美国的脚步 欢乐的跳起反中之舞 一如既往的来无条件支持美国的思想 不过这一次并未受到了广大的支持 而是表现出了一种 大家都觉得你美国想说什么 想做什么 其实我们都知道 但是是不是真的一定像过去一样 这么配合你这么做 那么这个就不一定了 所以美国这次想要达到的目的 并没有完全达到 这件事体现在什么地方 体现在西藏跟新疆的问题 美国不断的高唱着新疆有种族灭绝的问题存在 但是在这一次的G7的联合声明之中 并没有同意了美国的论调 而是呼吁中国 如果你否认了BBC的报道 那么你就应该让联合国的高级专员 主团前往新疆跟西藏 并且不受到你的干扰 让他们可以完全自由的去干他们任何想干的事情 当然你这个让别人去你国家干任何想干的事情 那个是当然要斟酌一下 包含什么 包含去调查什么 你有没有强势的替新疆的维吾尔族妇女去装节育器 老实在想你这个怎么调查呢 你怎么不叫维吾尔族妇女脚开开给你检查吧 应该是不行的吧 你知道怎么检查呢 如果真的是共产党去要求的 他应该说你说有就没有不就好了吗 那你要怎么调查 去调查中国进口的节育器数量吗 还是怎么还是调查医生呢 所以说我觉得蛮奇怪 如果他真的给妇女装的节育器 你要手中去摸来查吗 不可能 那你到底是要怎么查呢 对不对 或是有没有大量的劳工再教育营 都应该让联合国的高级专员前往调查 在这个部分美国也只能是说好吧 既然你们都这么说 我也只能化了压了签署这个共同声明 所以说共同声明里面是否间接否定了 美国说在中国有所谓的种族灭绝主义 而第二个部分就是关于香港 要中国遵守了中英共同声明 以及香港这个基本法 尊重香港的自治权 以及香港人所犯的一些刑案 不能送往中国本土去审理 也就是所谓的反送中 那么第三个部分就是一个比较饶富趣味的一个议题 是什么呢? 那就是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论坛 以及世界卫生大会的国际组织 但是不是世界卫生组织 因为台湾不是联合国的成员 你要加入正式的世界卫生组织 你必须是所有会员国同意你是个国家 你有独立主权 然后你才能够开会投票 那你要不要去参加 这个状况这个决议出来 很多人觉得是台湾地位的上升 其实老师这么看 这个部分是全世界要把台湾放到火炉上面去烤 为什么? 为什么老师这么说 这是其实要又引大陆去吃的一场红门宴 因为这里面谈到的是台湾 各位台湾是什么?台湾是一个地名 它不是一个国家 就像什么?就像宜兰、罗东、台中、台南一样 它是一个地方的名称 就像什么?再举一个比较细一点的例子 可能台湾同胞听得懂 比如说金山万里、石门淡水 他们是同属于在新北市里面的辖区 对不对?所以它是一个地区性的名称 而这一次无论是经济学人或是居欺的峰会 都把台湾两个字特别的提出来 我们的执政党或是一些相关的支持者 觉得这个是什么?士气大政 台湾的能见度是提高了 在另外一个方面台湾的能见度真的是提高了 但是被这些国家的以及峰会的声明 是完全赞同了什么? 他是完全赞同了一个中国的政策 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承认台湾是由中华民国的现实政权所引导的 也没有中华民国这个国家主体的存在 虽然什么?虽然中华民国在数十年前 与这些的欧美联盟一起遇血奋战 牺牲了数千万条人命 炮火的洗礼来打下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机 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的中华民国 中华的民国的总统 也就是我们先总统蒋中正跟丘吉尔 还有罗斯福在开罗会议的照片 距今也不过78年 就被他们遗忘的一干二净 这不晓得他们是不是87 世界上再无中华民国 而实际中华民国的存在事实 也就是强化了一个中国的认同以及存在 那么未来台湾的存在只是一块烧肉 诱使的中国来进入混乱的一个陷阱 而或许我们可以说他是什么 说他是一个弃子也不为过 只要中国武统台湾 对他们来讲是最好不过的 可以坐实的美国的说法 也就是中国是万恶的罪魁 那么笑的最开心的当然就是美国了 所以现在真的是要急着武统的 其实真的不见得是中共 而是什么?而是美国 如果现在中国不快点武统台湾 美国的反中旗帜挥太久 手也会酸 大家看了也会开始麻痹 这对美国来说就不能说是好事情了 美国做任何事情 都是基于他自己的利益考量 绝对不是因为大家的利益 或者是整个世界的权益 都是基于美国你自己的利益 这是应该的 我们不要说美国自私好不好 这个是应该的 一个国家本来就应该只考虑自己 国际上的事情是找一个大家的平衡 而不是说我真的是世界几场 我考虑到大家的利益 这是不存在的好不好 这是真的是不存在的 怎么说呢 我们从这次的印度疫情的事件来看 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无论是经济或是军事 都是称霸于整个地球的 那么他这一次在印度的疫情 给印度的制氧机 甚至是氧气 还有口罩或是防疫设备 基本上是寥寥可数的 莫说就印度了 就光他提供的物资 你连心得理的一天都不够使用 更别说有没有去支援尼泊尔这些罪恶小国了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以印度将近14亿的人口来说 13.43亿 将近14亿的人口来说 美国就是提供多少 基本上都是不够印度使用的 所以基本上 英美给印度的资源 当然是越少越好 反正都是丢在水里的 因为这样的给予 你一次一种没有回报的给予 你今天假设给他很多 他满足了一天的需求 人家就希望你能够帮他一个礼拜 你真的给他们一个礼拜所需要的物资 他就希望你至少要帮我度过这一季 对不对 你真的给他一季 他就说你应该帮我到结束为止 所以是说这种朝四暮三朝三暮四 如果中途中断了 你觉得你应该自己自强 你自己的国家 对不对 你不能一直仰赖我的给予 那你有一天你中断了 别人会怎么说你 对不对 他就说你该怎么不人道 该说你说你没有注重生命 各种负面的语气就来了 所以是说这招来的只会有骂名 或是残忍没有人权的象征 所以是说在这个状况之下 不要说几周了 几个月了 给的越少 当然是越好 只要防疫的物资在印度的时候 给媒体拍到有很大的飞机载的物资进去 哪怕物资你可能就几百台几十台的滞氧机 或是你就只有几百平的空瓶子 至少别人拍到了 我有给予 但是后面怎么用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而美国这样对待印度这个抗中先锋尚且如此 更不要去提到了 还有尼泊尔这样的小国 美国连一点利益都没有 哪有可能给你半台一台的滞氧机 当然不会有救援的道理 这个就是现实的世界 也是我们所要面对的国际的现实 所以说你说国际上有没有所谓的那些救援 或是有些人道主持 有 那真的是有 对不起 那些都是私人的 而不是各国政府所引领的 这是要了解这件事情 人的爱心不能放在政治的层面 只能放在个人的慈善团体之中 这其实是应该的 不是说美国家的自私 这个其实是应该的 好吗 而从G7的声明 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世界的进展 那就是中欧投资协定的卡关 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发现 中欧投资协定 在过去我们的直播之中 已经做过一部分的说明了 现在又卡关 这是为了什么 就是在这个时候老师必须还是说 中欧投资协定是欧盟的利益 大过于中国可以在欧盟取得的利益 拖得越久对欧盟是越不利 对中国的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的 因为纵使没有这个协定或是协定破局 对中国的本体经济来说 根本就是不痛不痒 这个协定对中国来说只有外交层面上的意义 实质上面的跟饥肋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那为什么中欧要签订这个协定 那么这个部分其实可以从一个很简单的地方可以看到 那就是德法两国为首的 对于当时美国特朗普的政权 所买下的一个保险合约 就像是我们平常买的一些医疗保险 对不对 意外险是一样的 对欧盟而言 在去年底突然宣布签订中欧投资协定 就是欧盟向中国买的保险保单 如果特朗普他翻盘成功了 或是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导致美国的经济跟国际的地位 甚至美元的霸权 有岌岌可危的状况产生 那么欧盟地区肯定会受到美国很大的牵连 毕竟他们两个的贸易的额度是很高的 那么这个时候中欧投资协定 就可以让欧盟抛弃了美国 赶紧拥抱了中国的市场的一个绝佳的契机 肃导胡孙善 强导众人推 这就是美国 他也没有办法脱离这个定论 那么这张保单 因为拜登的上台 以及美国的疫情 几乎已经完全控制之下 基本上就没有进入了理赔的阶段了 欧盟许多人还是认为 白色的联盟基础还在 虽然不能够太相信美国 但是现在也没有必要抛弃美国 而且什么俄罗斯的普丁 现在还没有露出了老态 还是春秋鼎盛精神霍霍的样子 所以说现在还需要 愿意回到谈判桌上的美国 那么这张保单要不要续保 就是他需要考虑的状况之一了 这个是他们其中一个考量点 那么第二个考量点是什么呢 就是英美两国所动用的媒体策略 是颇为成功的 让欧美地区许多的百姓去认为 中国的暴政是让中国百姓吃不起榨菜 每天受到政府的监控 随时会被写低此栽脑袋的生活 认为中国还是遍地的断壁残垣 路上都有武装武警的巡逻 小孩子脸上都是那种黑黑的烟消的脏污等等 这是他们的认为 就像中国还有广大百姓认为 美国就像科幻电影一样特别的先进 谁知道他们连当地连高铁都没有了 媒体的洗脑对一辈子不需要离开家乡的人来说 都是真的 他们也不需要去怀疑他 而美国这点做的真的是很不错 而在这个环节之下又遇到了欧盟地区的国家 在今年就要进入了大规模的选举 包含德国总理梅克尔 他是必须下台换血之外 更不知道未来德国会是哪一个政党去执政 所以在大型政权的斗争交替之下 这个中欧投资协定的签署 就必须要留给下一任的政府来去决定 而这个政府每到四年到六年就必须重新选举 这个是一个民主的优点 当然也是他最大的缺点 我们举个历史的范例来说 有记载直接民主的朝代是什么词后呢 就是古牙典 他的朝代是从西元前的508年 到好像是西元前的146年 总计的持续的时间大概是359年 在古牙典事无巨细都需要经过500人会议 以及公民大会的讨论 通过了你才能实行 公民大会他不是每半年或每一年举行 他是每10天就要举办一次 每一个人都可以提案 你有参加了你都可以提案 那么可以预期的 这么多人不要说公民大会就够500人会议 500张嘴 你就可以想象到场面的杂乱 以及意识效能的低落 这是可想而知的 而这样第一个实行全民的直接民主 对内还有了什么 汇翠的人文以及艺术的爆发 但是对外的环境却是变成不堪一击 被什么被斯巴达跟波斯打的溃不成军 最终被马其顿帝国所征服 所以民主制度他最大优势的发挥 是一个封闭式的环境 并且全民你必须要百分之百的参与 才能发挥他最大的成效 例如什么 例如班会 董事会 工会等等 你必须是封闭式的团体 所建立起来的封闭式会议 而且全部所有人员都必须百分之百的参加 这个才能形成他多数决营的力量 而到现在为止除了新加坡外 大部分所有的所谓的民主国家 最多也不过60%左右的一个投票率 就连这一次在2020年的美国大选 也最高的投票率也只有66%的投票率 且这样所谓的民主 皆是不考虑外在的环境之下 所形成的对内民主 但是这个对内民主又必须去处理外面的环境 就容易出现了像蓬佩奥这样的人 扰乱了国际的一池春水 而民主中最可怕的就是党真 只要是不同党的 无论你对或不对 你都是错的 如果是同党的 无论你是不是黑帮的背景 只要没出事 你都是忠肝义胆 骨肉兄弟 出了事了 没事 我们只是在一起拍过照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我只是个路人而已 而我们要知道这个历史上的变化 英国造就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 日本差点占领了整个亚洲 亚历山大横扫了半个世界 这些世界的征服者 以及文化与经贸的强大 都不是基于所谓的直接民主 蒙古是有民主的 所以不要以为是说 只有现在的美国式或英国式的民主才叫民主 蒙古他有所谓的库立台大会 他是必须经过民主的状态 才能够决定蒙古帝国的眼镜 这个是也是有民主 他们是代义政治 而所谓的民主政治 到现在的一个状态 已经不是真是当时所想的那样的发展 而是什么呢 而是比较有趣的 是由骗子组成的一个胆小鬼的游戏 谁可以骗到百姓上当 谁就可以掌握国家的利益 而不用兑现他的政见 更不用对他以前所说的话去负责 然而得到以后害怕已经失去油的 所以说就必须把全部的精力放在打击对手身上 无论是对还是不对 错还是正确 反正只要是不好都往对上去打上去 才能够稳定他们自己的权力 这种弊病在总统制上面是最为明显的 相对而言 内阁制是比较好一点的民主政治 但可惜 总统制可以享受的国家的权力 是远远超过内阁制的 所以整体来说 就是知道内阁制是比较好的 他也不会轻易的去修改 就说我们不要说别人了 就说我们中华民国好了 当时号称最清廉的马英九总统 具有了完全执政的绝对多数的力量 在他第一任的时候根本是完全多数 也舍不得他自己权力的美位 没有事实的修改的修宪 让我们从中华民国的政治制度 可以更加的完整 这就是一个现实的状态 所以说政治有人说讲的很好听 民主就一定是好吗 集权就一定是最有效的吗 不一定 其实很简单一句话 社会很单纯复杂的还是人 各位你说是吗 好我们来看看各位有什么问题